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不是很适合游玩 因为存在安全隐患 大地政府会用一些措施保护游人的安全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外国的网红景点 这个景点在中国也很有名 就是半高岩 其实这个景点并不适合游玩 但他们仍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拍照 还经常发生事故 因此网友表示 难怪外国人这么少 这个景点位于澳大利亚 它的名字很形象地表达了景区的特点 整块岩石酷似乳白色的奶油蛋糕 看起来十分细腻 侧面看还有层次 整块石头延伸至海面之上 湛蓝的大海衬着耀眼的乳白岩石 看起来十分美丽 因此在这个岩石上能拍出更好看的照片 然而这块岩石并不是很安全 它是一块25米高的悬崖 经过长久的分化和海水侵蚀变得十分脆弱 因此在这个岩石上拍照 稍有不剩就会踩碎边缘跌落海中 而且岩石周围没有边缘 很多人还喜欢扶着岩石边 掉在侧面拍照 因此经常会发生坠害事件 有专家表示 这个岩石可能会在十年内崩塌 大地政府为了保证有人安全 不仅设立了警示牌和围栏 还设立了罚款 如果靠近景点 就会被处以3300美元的罚款 大概是2万人民币左右 但仍有游客翻过栏杆 去拍照 这海事件人常发生 小伙伴们 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开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 以及关注哦